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近幾個月來 有傳聞表示 中共當局 計劃在西非產遊國 赤道基內亞 建立海軍基地 這個消息 一直令華府安全鷹派感到不安 2021年12月5日 《華爾街日報》 引用美國機密情報 發表了一篇爆炸性的報導 引起各界關注 《華爾街日報》報導表示 美國官員拒絕描述 秘密情報調查結果的細節 但是官員就說 這些報告提出 中共軍艦未來或可能會 在美國東岸對面 補給彈藥和整修 這種威脅敲響了 白宮和五角大樓的警鐘 自2021年5月以來 美國軍方高級官員 一直為這個前景感到俘虜 也特別關注中共 在大西洋沿岸的軍事海軍設施 美國非洲司令部司令 史提芬·湯森認為 中共正在尋找一個 可以重新補給彈藥和修理軍艦的地方 在衝突中 會變得很有軍事意義 湯森在2021年5月的一次採訪表示 大西洋沿岸令湯森非常擔心 他指出 由非洲的西海岸到美國的距離相對較短 外交政策雜誌 在報導中指出 這些說法危言聳聽 含糊不清 同樣在接受本台採訪的 政治專家表示 赤道基內亞 面向大西洋的港口城市巴塔 將會成為中共海軍基地的所在地 巴塔是西非產油國最大的城市 中共已經擁有商用的深水港口 東西方通訊公司總裁 湯馬斯·赫倫威爾警告 中共在西非的基地 將會威脅更接近美國的海岸 赫倫威爾在一封電子郵件向本台表示 巴塔港目前還未充分被利用 巴塔港主要是用於出口木材 赫倫威爾曾為赤道基內亞製作過廣告 並且在那裡與政府官員共事 他認為 即使巴塔港的規模相對較小 但是巴塔港可以容納中等規模的海軍艦艇 很可能會干擾到商業活動 赫倫威爾在電郵上表示 對於一個薩赫拉爾南的國家來說 赤道基內亞擁有優秀的基礎設施 包括港口、機場、公路等 巴塔港是可以成為基內亞地區的商業中心 他指出 在非洲的一個基地 中共會很高興在巴塔建一個海軍基地 這種威脅更接近美國海岸 也更符合包圍美國的戰略 2017年 中共當局斥資5億9千萬美元 在非洲之國的吉布提 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吉布提是位於也門對面 紅海走廊的戰略入口地方 現在有屬於美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日本和沙地阿拉伯的軍事設施 尼日利亞大學政治系高級港師奧諾哈表示 如果未來爆發衝突 中共在大西洋的基地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 撤斷美國由許多非洲國家獲得戰略資源的途徑 奧諾哈向本台表示 在未來出現激烈敵對或大國對抗的情況下 也會令中共海軍更容易在非洲大西洋的海岸線來回巡航 美國對赤道基內亞的石油業進行了大量投資 為西非產油國當局提供了巨大的金融財富 並且令代國成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 華府最近公開反對西非產油國 惡劣的人權記錄和政治上的貪腐 專家猜測 美國的壓力可能令這些西非國家傾向中共 而且中共近年來同樣在西非國家進行了廣泛的投資 奧諾哈表示 全球兩大強權正在爭奪資源和友好關係 近年來這種發展對赤道基內亞這個脆弱的小小國家來說 同時充滿了希望和危機 赤道基內亞擁有大國所追求的資源 在正確的領導下可望帶來最大的價值 奧諾哈認為前景也是危險的 因為任何一個大國都可以對這個非洲小國進行投資 或策劃力量來破壞西非國家的穩定 令他們在不斷的變化外交和商業環境中敗陣 這樣對國家管理也有巨大影響 因為執政當局可能為了生存而依靠中共 同時破壞公民的人權 奧諾哈指出 中共在赤道基內亞的石油和海洋部門的投資 令到情況變得更危險 目前 北京在赤道基內亞建立海軍基地的真正意圖 仍然不明朗 一些觀察家認為 中共對海洋通道的渴望 可能主要是為了經濟利益 而另一些人就認為 中共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基地 將會改變全球勢力的動態 克倫威爾向本台表示 歐洲和非洲擁有強大的歷史聯繫 但在促進非洲發展方面並不積極 直至最近 歐盟才決定在非洲和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 有幾個關鍵部分是歐洲和美國應該注意的 包括能源、基礎設施、農業和貿易 克倫威爾表示 與其擔心治理不善、人權問題因此避免接觸 倒不如推行積極的投資和貿易計劃 幫助非洲 在治理和基礎設施上實現現代化 他認為 用中國工人取代非洲勞動力 阻礙了非洲本土經濟增長 亦造成非洲政府災難性的經濟糾紛 而奧洛哈更關心的是 就好像在其他非洲國家一樣 進入或立足在赤道基內亞 中共打開了海洋通道 可能帶來的附帶利益 意味著中共貿易版圖的擴張 奧洛哈表示 若中共贏得貿易特許權 並且為基礎設施提供資金 中共似乎有可能在非洲取代美國和歐洲 美國和歐洲如果不成功抵制 那麼代價將會不同 這樣與非洲國家的貿易份壓下降 而且還會影響到非洲國家內部政治的 槓桿作用受到限制 同時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問題方面 封面失去非洲的投票支持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英文記者 Nanova Aqiu報導 陳婷編譯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